自制腐植土 哈喽大家好,我是龚堂章 那对于养花来说 土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的花养的好与坏 一大半的原因取决于土壤 那么有网友私信给我说 我自己家傲制的这个腐植土是如何制作的 那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制作腐植土的材料和方法有很多种 那今天就教大家最简单的一种 制作腐叶土 腐叶土呢就是腐烂的叶子和土 会合在一起腐熟之后的土壤 叫做腐叶土 那我们来看看过程吧 首先准备一些就是干树叶 还有水果皮 然后再准备一些原土 这些东西就是在农村的话 是随处可见 但是在城市里头 大家就可以去那个公园的大树底下 剪一些树叶 那剪树叶的时候 那叶子底下的发黑的那个土啊 其实它就是腐叶土 那为了方便使用的话 最好还是要自己去制作一些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叶子给它剪 剪碎啊 这个叶子啊和土 在使用之前 先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杀杀菌 就是住在城市里的朋友啊 你这个土的话 随便有点土就可以 去那个公园 去公园里 弄点土 或者是在工地上那种 杀土是最好的 首先找上一个就是密封性比较好的容器啊 然后先往底下铺上一层土 好 首先往最底下铺上一层土 然后再把这个腐叶上铺上一层 就一层树叶一层土 这样一子类推 然后再继续填土 好 然后再刷上树叶之后 给它往上喷点桃米水 桃米水发酵出来之后是做酸性的哈 这个树叶的话 它是碱性的 所以说它让它那个酸碱度调节一下 然后再加一层土 这层的上面的话再加一层水果皮 好 我们再往上再加一层 这个叶子 继续填米水啊 往上喷 好 再往上加一层土 这是最后一层了 好了 那这个腐叶土的制作过程就已经完成了 制作腐植土用的这个容器 最好是用那个泡沫箱子哈 现在这个时间制作的腐植土 应该过两三个月就可以使用了 发酵好的腐叶土呢是黑色的 闻起来没有异味 摸起来也比较柔软 发酵好用的时候呢 加一加一部分的河沙 这样能够排水透气性的会好一些 好 制作完之后 再给它浇点水 不要浇的太多 下面不能有积水哈 差不多就行了 有点水分的话会发酵的更好一些 行了 就这么放着 放着温暖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隔一段时间的话 再给它往里头再浇点桃米水 水分多的话 就是发酵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 下面在上面压个东西 就这样封闭上 然后就可以了